我們桌上這一大盒呢 是Mega House在去年年底所出的 復活的魯魯修這部電影裡面出現的 LL跟CC 那就是我們知道魯魯修跟C2 那他是用電影最後的彩蛋那一幕的造型來做PVC 那我們話不多說就把外箱給拆開吧 接下來我們就把外包裝也撕開吧 來吧 這是素鴨的一刻 啊 素鴨 素鴨 包裝之後呢一樣可以看到 它前面是用我們一罐PVC的正常包裝就是透明的 可以讓你看到裡面的內容物 側邊的話左側的話這邊是魯魯修 右邊是C2 他的大概的那個商品展示圖 那基本上呢 內容物還蠻明顯的 那我們就直接拆開來吧 然後我們拆開包裝物了之後呢 兩隻的本體 他們各自的底座 還有他們一起的底座 然後 可替換的頭雕 魯魯修一個 C2一個 魯魯修的替換手 然後呢 兩隻 玫瑰 還是藍牆威 吸吐的替換頭然後上面很像一個很像婚紗的東西 這個名詞 假如大家知道麻煩也告訴我 因為我對女生的這種東西比較不了解 兩個人物的 設定稿 對 那我們接下來就把它組裝一下吧 那我們將 玫瑰還是牆威的植物放在他們手上之後呢 這是他們的完成形態 接下來呢 我將 頭雕的部分替換之後呢 擺幾個姿勢給大家看喔 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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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們還有設定稿的部分喔 分別是魯魯修 然後還有 以上就是我們的Megahouse 復活的魯魯修裡面的 LL跟CC的PVC開箱 那整體來說的話 Megahouse還是保有他們的水準 那在圖裝方面呢 我是覺得還可以 但是在他的金色偏 他的黃色這個地方 其實還是看得出 他有點 就是他的異色的感覺 也不是因為量產的關係 所以在有些地方的塗裝 可能是還是有點沒有說很完善 但是基本上 這個PVC的完成度其實算很高喔 那當然大家也知道魯魯修跟CC他們這一隊 算是你要說是練人也可以 最後的結果算是不錯啦 那我們也期待他所謂的十年計畫 後面到底怎樣 雖然說現在第一個作品是手遊啦 但是我也期待他的心動畫出來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的開箱影片 那對我的影片覺得還不錯的話呢 就麻煩幫我點讚跟訂閱喔 訂閱就麻煩大家多多幫忙啊 那我們就下一支影片見 掰喲 我自己不期待 啊 他的Chcem 我自己想下一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